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和其他社团不同性质的组织 校内大型活动几乎由学生会包办 还有一些营造校园热络气氛的活动 皆由学生会策划及执行 光听到这里 应该没有人会想在欢乐的高中生涯加入学生会吧 根据民调统计显示 高达一半以上的人都认为加入学生会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太麻烦的话就不会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有别的事情要做 学生对于加入学生会的意愿度也是少之又少 那学生会的社员又是怎么会想要加入学生会呢 因为感觉很好玩 然后大家感情感觉很好 因为同学都参加 然后他们都会 就是活动结束之后都会说活动有多好玩 学生会内的每一位同学都和普通人一样 不想要做苦差事 很累 压力也很大 但是 这一群人也因活动而慢慢建立彼此的感情 很累的时候都会想但是还是会想继续待下去 因为想要学更多东西 很多人一开始进学生会都会觉得是在玩 但是其实背后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后来就会很多人推设留下来都没有很多了 我想学生会有一些东西是别人不了解的 像是有很多在活动当中 然后有很多学员他们的那种一在一起的感觉 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在学生会里面不是想要求名求利 或是求什么 我只觉得如果你在学生会你很重视就是团体的感觉的话 我觉得你自然就会留在学生会 在学生会的争吵的话 我觉得在学生会的争吵会比较多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彼此个性啊 或者是处事态度会不同 所以我们会有争吵 那在我那一届我的争吵是 我的个性会比较刚强一点 然后比较倔强一点 所以我对别人讲话不会很客气 对 然后就长久以来会激 就是在色源心中会激比较多 呃 也不能说怨恨啦 就可能就是这一块会比较就是 比较讨厌我一点 然后 我自己是自己 不觉得会变这样子 然后 直到他们有一天反弹我的时候 然后那一次是我们之间最大的争吵 就有跟学生会 就是 色源希望我走 然后 别人留下来 可是我又想留下来完成 我觉得我应该留下来的责任 然后其实那一次争吵的话 就是可能是我跟我的副会长们 因为我的副会长他们 比较 因为我两个副会长 然后他们比较 比较就是 也怎么讲 就是比人比较好一点 然后所以比较拉弄 就是比较会跟人比较亲近 比较有人缘 所以色源是跟着他们留下 然后当他们一走的时候 我的色源都没了 然后可是 就是 之后是 就是我觉得社团上的事情 如果一有声吵 我觉得应该当下解开 那个误会比较好 所以就是 好险现在就是 我们都很好 然后我们都害得在学生会 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 要不要加入学生会的话 我还是会加入学生会 对 我觉得 我觉得我不会去加入其他社团 因为学生会 真的是 培养人才的好地方 或许大部分的人认为 学生自知会就是做义工 自讨没趣的社团 但对他们来说 学生会不只是一个社团 而是一家人